明依被老人恶语攻击,你敢回队,一位朋友分享了他的故事,我大救过世,心里难受得很,在老家办事儿,交通不便利,然后我爸妈让我老公开车,带我们一起去大救的事儿上, 我婆就说,每个地方规矩不一样,他们老家那儿,外甥女去不去都行,来不来一样,理到就行了,我这边还难受了,真没想到平时一直不错的婆婆说个这儿,气得我半天没说话,想想不能这么着,我直接说,妈你这样说,我可难受,那不是别人是我亲大救,过后想,婆婆真的是婆婆啊, 零二小飞造做了一个小调查,被老人恶语攻击,你敢回队,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回答,一起看看朋友们的故事, 哎朋友,哎,我现在还在谈对象,当着我对象和我妈的面,有一次看电视里,婆婆不帮儿媳妇带孩子啥的, 我就给我妈说以后,我有了娃你别管,婆婆有那个心,帮我带一把我无比感恩,婆婆要是身体实在不好,帮我带不了我也不抱怨,我自己能带成啥样就带成啥样,你别管,娃又不是我们家的又不跟我姓,凭啥让你出钱有出力的,我大姨带孙子,多累,你又不是没看到,说完我妈看了我对象一眼,我对象也没说话,哎朋友, B,老大西岁,每天要接送上下学,老二九个月正知道任妈妈,每天要妈妈抱,放车里做会都不愿意,每天等她睡了才能洗碗做家务,今天竟然听到别人说,我单单带孩子也不找点活,做赚点钱,听了很难过,我不是不想上班,而是婆婆带不了,婆婆说等大了再给她带,别人嘴里又是我不是,at朋友,C,我女儿六岁, 外甥女十二岁,外甥女一直是婆婆带大的,婆婆没带过我女儿一天,有次外甥女抢我女儿的玩具,女儿不给她玩,婆婆就叫我女儿把玩具给外甥女玩,这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当时一肚子气,不知道到怎么对回去,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下,每次都被我婆婆和外甥女起得头晕胸愣的,at朋友,D, 我二胎是女儿,出院后,奶奶就逼我送给别人,不送,就生气不给我做月子,现在小女儿马上上中班了,我有时候会提此事给她听,我觉得这是我会提一辈子,让她记住她奶奶的嘴脸,假惺惺,现在看着她对孩子好,也是假的,我假问一句说,要不现在送给我大姐做女儿,开心得要命, 说好啊,反正大一家也是自己家,at朋友,一,十几年前,我婆婆让我偷生一个闺女,当时我儿子都十几岁了,我生儿子时他们没管过一天,六个月断奶系养在我妈家,我爸妈帮我们带到两岁就上幼儿园了,我说不行,她就直接说没有闺女,死的时候没人哭,我嘴笨没好意思对啊,at朋友,f,我怀孕到生就没公婆啥事, 宝宝半满月酒的时候,啦啦巴巴,老公很快就拿盆端水来给宝宝洗屁屁了,结果公婆一个劲在旁边教我怎么给宝宝洗,巴啦巴啦之类的,反正就是让我别使唤她儿子,我就一句话,我不会,然后吃饭的时候,一家人吃得可欢了,宝宝哭,老公哄了没用,不说来报会让我先吃下饭,还让老公喝酒,好家伙,我直接也不哄了, 爸爸往老公怀里一放,淡定地吃我的饭,婆婆一看,她儿子吃不了饭了,赶忙把宝宝抱出去哄了 03N本文化题,被老人恶欲攻击,你敢回队,欢迎评论你的经历与故事 Galaxy одна的生活 感谢观看